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木工乐的创办人 梁乌龙博士来接受我们专访 梁博士你好 谢谢你好 梁博士你当初怎么会想要用木艺疗愈 怎么会有这个起庆动点 想要推广这个木艺疗愈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读硕士班的时候 自己发觉到自己有一点抑郁了 然后我们的木工班的老师 希望我们学学木工 我们那边有一个木工的工厂 那我就去好好去学 那由于因为有中学时候的 这个机械设计的一个基础 所以就很快就把这个木工学会了 然后在学的过程当中 我发觉到自己的抑郁 好了七八成了 非常对自己有帮助 后来呢 因为我也长期有教音乐治疗 跟那个绘画治疗这方面 那所以我就把这一套东西呢 就放在木艺上面 就变成我的木艺疗愈的一个方式 起性动念是这样子 后来因为帮助自己也想帮助别人 所以梁模式等于说刚开始自己也是有点抑郁 有点忧郁 然后透过在做木工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这个可以疗愈到自己 所以想说也可以把这个方式推广 让更多人知道 也可以疗愈到更多人 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做木工 做木工 好 那梁模式那这样子坦白说 你在推广这个木艺疗愈的过程 有没有遭遇到什么的困难跟挫折 其实快乐的事情是比较多 困难挫折比较少 对 那我记得在整个快乐的过程当中呢 也帮助了不少的人能够走出他的一个心灵的黑夜 我记得有一个经理 他就是觉得每一天都上同样的班 走同样的路 非常的抑郁 后来上了我们的课程 就改变了他能够重新再面对他的未来 面对他的婚姻 还有新的工作等等 那我就觉得非常的高兴 那至于挑战的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我在澳门的一个工作室 那个租金是太贵了 那每一年都增加 他看到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多 租金越来越多 那我们就会受不了 到最后的没办法之下了 就结束了这个工作室 那我就到各大的机构去帮忙 去做这样一个木医疗愈 那我们最有成就的就是 有一个很大的社福机构 他要做二三十个老人家的一个 一个家居设计 就请五六十人的年轻人 那去来学我的木工班 那后来这件事情非常的成功 获得很多社会的回馈 那也是我呢 收入最好的一次 是 好 对 那梁博士那你做这个木医疗愈 你当初是希望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感受 对我当初希望说 大家能够透过这个木医疗愈 能够提升身心的健康 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操作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课程里面 有包括乐器的制作 还有家具的制作等等 那基于乐器的制作呢 我们会有里面的一个木箱鼓 它本身呢可能是已经拆开的 然后呢我们在课程里面呢 希望教你怎么去把它组合成为一个乐器 哦是半成品 那我们去上课时候 对会教我们组合 对 然后变成组合 组合成为一个 自己的木箱鼓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哦 是自己做的 很有成就感 对 因为一般来说 如果你压力太大了 哇 你有抑郁的情况 对 你会觉得没有自信 是 失去了自信 那透过这样的 你重获了自信心之后 你就觉得自己呢很有价值 哦 那加上你呢 嗯 懂得去用音乐 来调整自己的身心灵的话 会更好 那在这边呢 我可能 哎 打一首我自己写的歌 哦 自己写的歌 回家 哦 那你会感觉到 好像在山林里面呢 是 我们回到 哎 真正我们 身心灵安静的一个家 是 啊 那 示范一下 希望疗愈到大家 嗯 嘿 哦 嘿 哦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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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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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有被療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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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放鬆 是是是是 所以我們去上課 我們是透過木香谷這樣子的拍 那他有說一定要怎麼 哪一個手先拍的時候 他是有規律的嗎 他就是有規律的 我們音樂一定有很一定的旋律 先打低音再打高音 先低音先在高音 有一定的節拍 然後這個節拍裡面呢 會讓你的身心能夠調整 因為我們的混亂的心情 透過這個節奏的聲音 會不會被調整 被調整之後我們會覺得快樂 我們會覺得舒服了舒展了 對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我們的 這個家具 那以這裡呢就是 以魯班索為主 什麼是魯班索好像大家比較不知道 對魯班索呢是戰國時代的一個遊戲 他其實就是一個木座的房子的一個橋樑 對 那個那個那個結構 那把它變成一個遊戲 為什麼呢? 因為孔明希望能夠他的軍隊能夠多用腦筋 在打仗的時候能夠白戰白勝 那你會看到怎麼樣去做療癒呢? 其實他很簡單 他因為他要思考的 所以你必須要 要知道他的每一根的順序在哪裡 也要知道他的結構是怎麼樣 你才有辦法去一步一步把它組合起來 對 比如說一要放在左手邊 二要扣住他 OK 那三呢 要垂直的放上去 再組合 這邊一個小平台 三跟四呢要對著 對著去做 好 然後呢五呢 就要放在這個卡榫下面 那這個一步一步的步驟會整理我們的混亂的心靈 我們就會慢慢被整理了 是 被整頓了 到最後呢 給自己有一個自信 很大的一個感受 感覺 覺得自己可以透過做木工 能夠創造一個很好的玩具 除了得到一個自信的一個過程之外呢 你還會頓悟一些事情 因為你在當中呢 要解決很多很多的問題 比如說怎麼鋸它 怎麼能夠平板啊 怎麼能夠磨得剛剛好 它可以摔進去 那這個叫損接法 損接法在做木工裡面是最困難的 那你能夠突破這些困難呢 你的心裡面的這個調整呢 就會做得非常好 所以利用這個在做的過程當中 來調整自己的心靈 對對 另外一個方面呢 你可以呢 就是在做的過程當中 我示範一個 就是把你的負面情緒把它磨掉 把負面情緒磨掉 這個大家很有興趣 那怎麼做呢 一個很粗的木頭 請你磨一下 這裡是不是粗粗的 對 是粗糙的 對很粗糙的 那我們透過這個磨木的過程呢 我們把一個沙子把它包起來 把它包起來 然後呢 把剛剛說很粗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磨掉 在磨的過程當中 把你的負面的情緒 也一次把它磨掉 譬如說 我今天遇到某一件事情 心情不好 對 譬如說被老闆罵 很不好 磨掉這個被老闆罵的 這種不好的感覺 就這樣子的方式去把自己的心情磨掉 對 好 那我今天呢 不小心呢 被朋友誤會 誤會我這個有問題 那個有問題 是 我把它磨掉 好 OK 好 然後呢 很簡單的 我只是磨了幾下而已 請你摸摸看磨掉的這個感覺 哦 跟剛剛差很多 對 剛剛差很多 而且呢 從很粗糙 是 變成很光滑 就像我們的心靈 亂七八糟 磨掉了之後 變成很光滑 那這個木紋也是一樣 亂七八糟 磨了之後很光滑 甚至可以聞到它的味道 很好聞 哦 就木頭的香味 對 木頭的香味 對 它也是一種療癒的方式 哦 這個也可以療癒 對 所以呢 不管是在工作也好 是 在聞的也好 在看的 對 看到那個紋路的改變也好 是是是 都會在你的心靈呢 起一個很大的變化 哦 所以呢 你會在一個所謂的情境教育裡面 到了一個情境裡面去改變你的身心靈 的一個方式 哦 就變成一個很快樂的一個體驗 是 所以等於說梁博士我們去上課的時候 我們會可以學到怎麼自己做木櫻鼓 我們也可以做乳斑鎖 也可以透油去磨木頭 對 還有切木頭 切木頭 把自己不好的負面情緒去切掉跟磨掉 對對對 那梁博士那你們木工樂啊 他為了的一個短中長期的規劃是什麼 哦 這個是這樣的 嗯 短期呢我想 嗯 就是開一些短期的課程 比如說 三到六個小時的烏箱鼓的組合 對 跟教大家怎麼去打 嗯嗯嗯 然後接下來呢 嗯 中間的課程呢 我就希望能夠在上智研究院呢 哦 味道路 185號 是 就做一些比較 八堂課 四堂課的這些課程 嗯 做一個比較深入的課程 嗯 甚至呢 可以做一些如果 朋友有興趣 可以成為 木藝療癒的一個老師 嗯 我們有這方面的培訓 哦 是 這個是中 中期的 嗯 遠期的話 我們會希望有一個山頭 一個山頭 裡面呢有一個工作師 哦 這個工作師有包括製作我們的木藝 哦 是 那我們也會把原藝療癒 音樂療癒跟這個繪畫療癒了 結合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 放進去 嗯嗯嗯嗯 然後再更遠一點的 我們會 創立一個 藝術治療的協會 是國際性的 是 由香港那邊開始 嗯 我們做學術上面的 實操上面的 嗯 嗯 大概是 是 那最後想請廖博士 如果說 有人對這個 木藝這個行業 有興趣 他想要踏入 想要創業的話 您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呢 對我想說用心去經營 看市場的需求 對 然後呢 滿足市場的需求 是 常常用一個空杯的心 嗯 不要自以為是 一定以客戶為主 客戶優先 然後用你的能力呢 去滿足他們的需求 那因為我這個部分呢 屬於心靈成長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就會注重點 在心靈成長的部分 滿足來訪者的需要 哦 是 等於是說 如果說真的想要從事 木藝療癒這個工作的話 就自己 要有空杯的心態 對 一定有空杯 是是是是 好 那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木工樂的創辦人 梁文龍博士 來接受我們的蒸訪 謝謝梁博士的分享 謝謝你 謝謝你們給我機會 謝謝這麼精采的分享 謝謝 謝謝